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她的自信心从哪里来的 好了 既然赢了 去找北斗吧 她好像有话要说 不愧是我看好的种子选手 你也看到了吧 万叶 她战斗的时候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赢得又干净又利落 是啊 不过 感觉就像是收敛了些力量 不想让对方受伤一样 大大小小的战斗 我也经历过无数次了 只看这一场 我也能清楚感觉到她强劲的实力 所以不需要吝啬你的赞美之词哦 如果要夸奖的话 我想想 打得不错 好吧 本来想让你说点诗词述注信 她还是算了 果然不应该为难你 其实刚刚有很多参赛者都来找我说 完全没想到 黎月的大英雄会来参加这场比武 报名的人也一下子多了好多 其中不乏武艺高强之人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想要和你一分高下的 所以我在想 应该给你一个更符合夺冠热门选手的待遇 一方面 不希望你在对抗普通选手的过程中消耗太多体力 另一方面你应该也期待更热烈的对决吧 所以我就直接让你晋级半决赛了 刚刚那一场还是预选吧 直接就到半决赛也太随意了吧 大姐头性格如此 你是劝不住她的 而且就算凭实力 我觉得这位大英雄也能走到半决赛 这我倒是同意 那么我们先看看其他人的比赛吧 看看有资格挑战你的人 究竟有怎么样的来头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今天的重头戏 大姐头对之场比赛的期待颇高 我很久没见她如此兴奋了 你的对手突破了重重考验闯入半决赛 你是身经百战之人 可能她的实力仍不及你 但也切无掉以轻心 那么就让我看看 你是否做好了突破那片雷暴的准备 话先说到这里吧 观众都等不及了 你还是去找场边负责报名的那位船员 他会带你上场的 你的半决赛对手 名不见经传 却是一匹黑马 我没有再质疑大英雄的实力 只是希望你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种水平的对决 他没可能输的啦 好的 那我们进场吧 终于 我们迎来了万众期待的半决赛 英雄和黑马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 奖品 没兴趣 不过 你很强 这就够了 中神 功夫不错 出了很多汗 很不错 我承认 是你要更胜一筹 我还需要锻炼 是 刚刚真的好险 如果你拥有神之眼的话 一定会特别厉害吧 小时候 我也想要神之眼 他们说只要够强就有机会 但是 拿不到 后来 我就没兴趣了 神之眼没有肌肉来的实在 我也打赢过拿神之眼的人 那种力量 是神给的 我不羡慕 咦 那你不是冲着那个 没有主人的神之眼来的吗 不 我只是想比武 比比看 是谁更强 只有败北 才能感悟差距 才有机会成长 所以我很高兴 败北是很难得的事 这才像真正有实力的人 说出来的话 以后有机会 再来比武吧 我会继续成长的 对了 你知道谁会参加决赛吗 那个人是不是比你还厉害 有没有我厉害 我不知道 但我听说 他很快 不要掉以轻心 他走了 我们多打听一下决赛的对手吧 感觉要认真起来了呢 是你呀 我看到你的比赛了 打得非常精彩啊 我第三轮就被淘汰了 可惜了 要是能再坚持一轮就好了 你知道是谁最后进了决赛吗 就是当时淘汰我的那个人哪 他挺厉害的 身手敏捷 知道怎么抓人破绽 我只是失误了一下 就被放倒在地了 我这个体格 要和我拼力气我不会怕 但要比灵敏 我可就没什么办法了 但我觉得 他还是跟你差远了 不用太紧张了 无论是谁 也不是你的对手 你的师兄呢 他想用化精硬接拳头 结果被震重鼻梁 当场就出了很多血 对方也慌了 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闪 但他已经亮亮腔腔 话都说不出来了 为什么不闪 这就是灵散派的功夫呀 只是没练好罢了 别说了 师兄受伤之后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扶他上了回港的船 回来的时候 我的轮次已经过了 这件事我也不敢告诉师傅 不然肯定又是一顿臭骂 不好意思 不该在你们面前抱怨的 但因为我忙得晕头转向的 你们想问什么 我应该也帮不上忙 那好吧 希望你的师兄平安无事 你也要振作起来 嗯 谢谢 谢谢 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 我们去找北斗打听一下吧 他应该比较清楚 哎 既然没机会了 等话我也会离岳岗去吧 精彩绝伦 实在值得胜赞 我能感觉到你有点不习惯 这也一度让战斗陷入困局 但你迅速调整了态势 取得了对决的胜利 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实力 其实是听出来的 有沙石和呼吸的声音 不过 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这种程度 大姐头也能看得出来 的确是这样 不过我就是单纯靠经验了 对你来说 这也是非常新鲜的体验 对吧 我们想打听一下 决赛的对手是怎么样的人 会比半决赛这个人更强吗 这倒不会 闯进决赛的人与其说强 不如说很有特点 他很快 以身法见长 而且一看就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怎么了 担心在决赛上会有点措手不及 既然如此 我有一个好的提议 跟我去安静一点的地方吧 之前并没有介绍 其实在到期的时候 我是一名浪人武士 这倒是能从你的衣服上看出来 但你一说起话来 又不像是武刀弄枪的人 文能掌书 武能横刀 慢慢流浪之路上 多一门技艺又有何不好 虽不敢自诩武艺超群 但也见过大陆各处 形形色色的高手 你决赛的对手所擅长的技巧 我也略知一二 以你的天资 我只需稍加提示 你一定能想到破解之法 喂喂 这是不是有点犯规了 情报收集也是对决的一部分 并无不妥之处 他们从蒙德一路走来 经历了诸多恶战 能够连战连结 靠的也并不只是勇武 没错没错 等等 我们好像没说过 我们去过蒙德吧 所到之处 你们会在自然中留下足迹 而自然 会回馈给你们特殊的气息 但这种气息 能给我的提示 终究无法触及本质 我还有很多好奇的问题 没有找到答案 跟我走吧 就当是赛后的余幸 从你到来开始 万叶就特别关注你 有什么好奇的问题 你也可以趁机问清楚 好奇的问题 加快脚步 粉坏 此处私下无人 我就开门见山问了 其实你能够很熟练地运用元素力 而且 不止一种 对吧 从见面开始 你好像就画里有画 原来早就察觉到了呀 嗯 不在会场提及 是考虑到 如果被其他参赛者知道了 你会使用元素力 会招来不必要的误解 就算在比赛中战至险境 你也没有使用元素力 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吧 我所言之 剑与闻 并不只是出于失性 而是确有其事 我很小的时候 就能够理解大自然的信息 我能听到风的呼吸 树叶的低语 从你的身上听到了相似的东西 仅此而已 虽然难以置信 但感觉不像是在说谎呢 和你们的难以置信相比 我的这点能力 将其用到战斗中的呢 没有啦 我只是把我想到的事 告诉他了而已 漫长的旅途 各种各样的事 回顾与展望 他有感而发 自然而然的 就学会了元素的使用方法 老实说 我也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或许 这种不可理解 才是神明与神之眼的本质吧 不过 我还是想亲眼看看 你是如何使用元素力的 或许 我能获得一些启发 我也会将我掌握的信息 分享给你 这样也算合理的交换吧 那么 就用一旁的这个挑战 小事伸手吧 不依靠神之眼 也能使用元素力 那么 不用在意我 自言自语而已 你的挑战 我会认真旁观的 我会认真 你 这么做 推 任人 宝贝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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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人 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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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入决赛的那位参赛者 他非常擅长调整呼吸 保持平衡 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动作 他的胜利 几乎都是靠奇奇获取的 但换言之 只要格外留心 他利用破绽的本领 他的攻击就不够成威胁了 不必道谢 见识到了违背常理的元素利运用方式 应该道谢的是我才对 果然 这个世界是如此神秘 总会有完全未知的情况出现 感觉你对神之眼有某种执着 但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感觉不需要深究元素利和神之眼的关系了吧 我想知道的是 神之眼对于神明来说 意味着什么 又是什么 让神明做出赐下神之眼的决定 抱歉 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不知所谓的事 既然让我有幸见识到你们的神奇之处 作为报答 你们对到期有什么疑问 我会向你们解答 居然是好奇这个吗 那我再讲明白一点吧 你们也知道 到期正在施行野兽令 神之眼 本就是来自神明的馈赠 人们接受了这份礼物 现在 却又要莫名其妙地被收缴 有时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当初其神心中刻有标识 将神之眼赐予终生 那如今的雷之神 是对这个行为产生怀疑吗 许久都没有新的雷元素神之眼出现 或许 也昭示了雷电将军的态度吧 他听起来是一位很 霸道的神 据我了解 他是执着于追求永恒的神 会将自己的想法冷酷无情地贯彻 但黎月的契约 是为了黎月众生 而稻妻如今的永恒 又给民众带来了什么呢 至少 被困于重锁之中的稻妻人民 现在过得并不算好吧 听起来 很像是你们当初遇到的那个神 会干出来的事 你们以前见过雷山 被时间改变的 只有可能是我们 绝不会是将军大人 如果你要找他 那他便永远在那里 总有一天 我也要从他那里 获得永恒的答案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决赛应该要开始了 对啊 聊了好多到期的事 都忘记还有比赛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要做 我们就一起回去吧 好 那就即刻动身 我很想看看 能获得神之眼的究竟是谁 好